螃蟹200 蔬菜50 水果 甜品 饮品 肉 超预算 你算什么东西啊 你再说一次 我说你算什么东西 我是在问你计算啥 我在算聚餐的费用啊 我没有啊 保密哦 别挖了我的泡芙啊 No part 帮我解决了预算 泡芙自然不是问题 外面20一个的大泡芙 同价我可以做10个 做法也是超级简单 油酥放油脂赶成薄片 冰箱冷藏30分钟 现在来做泡芙 这些材料小火煮沸腾 迅速加入过筛的地粉 不停翻炒两三分钟 倒入容器摊开降温 全蛋液少两多次加入 每次都要打到完全融合 最终成倒挂不掉状态 装入表花袋 挤到油纸上 再把油酥扣成一个个圆形 盖到泡芙上就可以入烤箱了 看我复古的小美弟 太打我的厨房了 先把烤箱200度预热 它的操控都在上部 这样我就不用弯腰操作了 泡芙成功最重要的是受热均匀 像这样立体烘烤 具有顶部热风对流设计 还能智能控温 才能烤出颜色均匀酥脆的外皮 最后填上奶油心就OK了 只有烤出不回它的泡芙 才能有那么大饱满的内馅 就看着就流口水了吧 今天朋友来做客 孩子也多 有了这个 不用摆一滴锅 也能做出一猪的能量 真烤一副 拜拜 老爸 今天做的热丰盛 你算成了花头套了吗 不多不多 沙发底下找那些 不够够啊 别怀疾了 别怀疾了 别怀疾了